好,我們現在要來看一題非常重要的題目呢 就是要我們來證明一個很重要的不等式 叫做算幾不等式 算幾不等式的內容是什麼呢 就是說如果有兩個證實數 我們要證明它的算數平均數 就是2分之A加B 這個是叫做算數平均數 會大於等於呢 它的根號AB 也就是幾何平均數 幾何平均數 好 而這個算數平均數 大於幾何平均數的這個名稱 就是算幾不等式 而等號什麼時候成立呢 因為這是大於等於 所以等號是在A等於B的時候才會成立 那我們要怎麼證明它呢 其實算幾不等式有非常多的方法 高中在不同的階段也會教 但是今天當我們在學比較實數的大小的時候 我們剛剛前面學過很重要的一個 就是用減法來比大小 所以呢我們這一次呢就先用這種減法比大小的方式呢 來證明看看為什麼算數平均數一定會大於等於幾何平均數 那我們要來證明啦 證明的英文是proof 所以我們就把proof寫在這裡 那最重要的呢我們要怎麼證明它會比它大 或是等於它呢我們就把兩個數拿來減一下 2分之A加B 拿來減掉一下根號AB 那因為呢有分母嘛我們就把它通分一下變成2分之 A加上B減掉兩倍的根號AB 各位同學你有沒有對這個東西很熟悉啊 為什麼因為我們之前在學這個什麼 根號的比如說舉個例子好了 5加上2根號6的時候 我們最後可以把它寫成什麼 根號2加根號3嘛對不對 為什麼我們可以這樣做呢 因為我們可以把它看成根號2的平方 加根號3的平方 加上兩倍的根號2 乘以根號3 然後呢再開根號 啊這個東西呢 我們可以把它看成根號2加根號3 夸號的平方 所以它要開根號之後呢 就會等於它啦 我要講的意思是說 這個不就一樣嗎 這個是A加B 這個是A乘B 我們這也是啊 這裡是A加B 這是A乘B 所以我們不是可以把它 劃成二分之 根號A的平方 加上根號B的平方 減掉兩倍的根號A 乘以根號B嗎 那既然這樣子的話 你不是繼續就可以寫成二分之一倍的 後面就是什麼 根號A 減掉根號B 花號的平方嘛 那我們知道一個數的平方呢 一定怎麼樣 這樣大於等於0 那什麼時候等號會成立呢 就是 根號A 等於根號B的時候 等號成立 就代表什麼時候等號成立 就代表什麼時候等號成立 所以就代表A等於B的時候 等號成立啦 那其他的證明方法呢 這個就非常有趣了 我們把它減一下就發現 這個東西減起來 會大於等於0 所以就代表我們的結論就是沒有錯啊 那算數平均數 就會大於等於幾何平均數 而等號成立 就是在A等於B的時候 那其他的證明方法呢 大家可以上網去查一查 或者是老師有機會會補充 但是這裡我們要跟大家分享的重點就是 欸 連減法這麼簡單的東西呢 也可以當作證明的一種方式喔 那最後呢 我們要提醒大家一個小小的重點 再次回到算數平 算幾不等式的這個前提 就是呢 你要拿來比較的這個算幾不等式裡面的AB 兩數呢都要是正式數 所以呢 我可以這樣寫嗎 我可以說二分之負一 加上負三 大於等於根號的負一乘以負三嗎 當然是不行啊 你想想看 負一加負三是負四 除以二是負二 負二怎麼可能比根號負一乘以負三 這樣的話是多少 是根號三啊 怎麼可能負數比正數大呢 所以這就代表前提非常的重要 所以你一定要記得永遠要記得 在我們討論算幾不等式的時候呢 我們在討論的是兩個正式數 他的算數平均數跟幾何平均數的大小比較喔 那會不會是負二乘以負二的負一的負二的負一的責任 我怕你不可能要負二了 這個小的負二的負二的負二 徹圈